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 继早前在城县举办过多场 干细胞再生疗法讲座之后 精英疼痛管理中心 日前再次与Daman Bar家常举办讲座 为更多民众讲解 使用干细胞治疗关节疼痛的相关话题 而根据了介绍 相比传统疼痛治疗方法 干细胞再生疗法 有更意想不到的疗效 根据介绍 干细胞治疗法 以往一般只用于治疗血癌 但近年逐渐被用于治疗关节疼痛 程本珍博士希望讲座 能够让更多的华裔民众 了解相关的医学技术 从而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 向自己的家庭医生 咨询接受干细胞治疗的信息 干细胞跟以前的方法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比较自然 这个是把你的关节 跟关节里的这些Tissue 把它恢复到自然的 以前的这个natural state 程博士介绍干细胞来源于 原创细胞系 可由健康的捐助者提供 干细胞再生疗法 将半膜同种一体移植物 注入受损组织 以帮助身体再生 该疗法适合各年龄层的 关节疼痛患者 现在病人如果从二十几岁到七十八十岁 都可以有从这个technology有benefit 有好处 因为年轻的人他们有时候去运动 运动很用力的时候 也会伤到他们的肩膀还是膝盖 那我们就是用干细胞 把内部分把它慢慢恢复到 恢复到好 那比较老的病人 他们的膝盖 他们这些关节 也是也需要 那个 维持这个动作啊 那也是软骨 还是韧带开始 坏掉的时候 干细胞也可以帮助这些人 但程博士提醒 如果疼痛患者 希望将关节恢复至原有的状态 就必须在接受手术治疗之前 开始干细胞治疗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 干细胞再生疗法 可以向家庭医生 或者精英疼痛管理中心 咨询更多相关资讯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